我今天卡了没有一个五分之类 今天面对他们一定要小心景点 千万不要犯错误 好 明白了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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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 丢掉 丢掉 呃 哇 九二十年 二 二 三 懂得 这不三分吗 不对啊 哎 看看 这三分是吗三 我这三分之类要吃不少啊 你对我在那天碰面吃的 两分 就是 昨天也还卖过年 还想鸡翅 剑 打一下 不是 你这吹什么啊 你吹什么啊 别吹我了 不过 刚才那时候确实去球了 你应该放三分 可是刚刚那时候 你觉得是通过他面前队友 才见什么呀 他的投篮得分值 投进的话 那么得分值是怎么换的 是由于他的 号头出手的位置 他球出手呢 他可能直接进篮关 或者是间接的进篮关 但是无所谓 他间接进篮关 球可能砸到地面上 或者是砸到完在谁的身上 然后才那个 这样子 都以发出手位置来接见的 所以刚那时候 是要放三分 哦 所以刚那球 属于渐渐进入赶了 那时候 对 是这一组 原本啊 必须要怎么办 走吧 咱俩继续 可以 懂了懂了 准备上战术 哎 两分算了 哎 你自己说的 来球在不应用的过程中 无论碰到谁的手都算三分 这算间接进篮啊 听的是挺认真的 可惜是个大聪明 在三分线外控球的把球扔进来 那是算三分 可是你们这个在两分区域起跳 完整空接的人是谁呢 你别让我这个难 我看你就想搞我们 凭什么他们算三分 我们算两分啊 黑哨 太哨了 良缘难劝死鬼 你俩这又是何必呢